香港人每天用水量高,收集到的污水亦多 達到280萬立方米,逐而駐滿1,120個標準泳池 本港現時有11個污水處理廠 單是每天產生的污泥已達到1,200噸 污泥佔用堆田區不少地方 外國地方由於地方比較大,很多時都是污水處理廠的旁邊 已經可以興建一所污泥處理設施,即是就地的處理物 香港大家都明白,地方都是很小,我們都要善用地方的資源 所以我們的構思就是建一個中央的處理設施 將我們全港的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泥送入這裡作處理 廠區內四座高效能的流化床焚化技術 可以將燃燒污泥溫度提升至850度 可以將污泥的體積大大縮小 做了這個焚化的過程之後 體積大大減少,就九成 而且在焚化過程之中 亦都能夠將它所產生的熱能轉化為電力 當污泥量日後會隨著人口增加 污水的設施亦都增加 當我們的污泥量處理達到設計的容量 2000公噸一日 我們有正儀的電力可以足夠供應 大約是4000個家庭的電力需求 除了發電,園區還率先在區內設立海水淡化廠 將後海灣的海水變為飲用水和設施水 完全實現自給自足,轉廢為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